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 首先我们来看德国公司Bosch考虑收购美国家电制造商Whirlpool的消息 Bosch希望通过这次收购来弥补欧洲市场增长放缓的影响 然而Whirlpool目前的销售因高利率而下滑 这笔交易对Bosch来说可能是一场豪赌 接下来我们关注即将到来的英国大选 民调显示英国首相苏纳克领导的保守党可能面临历史性挫败 这次选举结果将对英国的脱欧进程和国际政治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的新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最后我们来看看乌克兰的铁路网络建设 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不仅运送军队和难民 还恢复了中断的铁路连接 现在乌克兰正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 以加深与欧洲的联系 但不同的铁轨规格成为一大障碍 乌克兰正在探索多种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 包括使用西班牙技术来切换铁轨规格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Reuters Breaking News报道 德国博士集团正在考虑收购美国家电制造商惠尔普 这一交易可能会遇到重重挑战 博士董事长斯特凡 哈图克的美国扩展计划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他在过去两年半中收购了美国芯片制造商 PSI半导体公司的一家生产电动车专用芯片的加工厂 和美国液压系统制造商Hydroforce 博士拥有53亿欧元的净现金 能够进行更多收购 尽管博士在欧洲的主要业务增长放缓 但美国市场的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 然而 惠尔普的市场表现并不理想 预计今年销售额将下降14% 这主要归因于高利率和通货膨胀对消费者的打击 惠尔普的市值较2021年峰值以下跌约60% 但其企业价值仍相当于2025年预期EBITDA的7.8倍 与同行相比 折扣并不明显 如果哈图克支付过高的价格 这笔交易可能会给博士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Foreign Policy详细报道了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 Yokersaliznisaia在俄乌战争中的关键作用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Yokersaliznisaia承担了运送军队 撤离难民和运送外交代表团的重任 并迅速恢复了被占领地区的铁路连接 当俄罗斯战舰使海上出口变得危险时 铁路成为了替代方案 Yokersaliznisaia不仅在战争中生存下来 还在扩展其网络以加强与欧洲的联系 尽管乌克兰铁路基础设施仍然受到苏联时代的影响 轨距与欧洲标准不同 跨境运输需要额外时间 但乌克兰正通过国际贷款和技术合作 逐步改造其铁路系统 乌克兰计划将部分铁路改造成欧洲标准轨距 并建设新的跨境线路 以实现与欧洲更深层次的连接 尽管这一过程将是漫长且昂贵的 Foreign Policy还指出乌克兰铁路的扩展 不仅限于乘客运输 更重要的是货运 在2023年 铁路运输占乌克兰货运总量的62% 战争期间 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受到黑海港口被占领 或频繁袭击的影响 铁路成为了重要的替代运输方式 乌克兰与摩尔多瓦重新开放了一段22公里的铁路 使乌克兰粮食可以通过摩尔多瓦出口到罗马尼亚的港口 尽管乌克兰铁路的现代化和扩展计划 面临巨大的资金和技术挑战 但这些努力对于乌克兰的经济复苏 和与欧洲的战略联系至关重要 欧洲的支持不仅在于经济利益 更在于增强乌克兰的自我防御能力和经济独立性 Foreign Policy报道 1971年 加拿大演员唐纳德 萨瑟兰参与了一场先为人之 但极具影响力的政治运动 美国士兵反对越战运动 尽管他不是士兵 且不是美国人 但他与真方达等名人一起 与激进的士兵们合作 组织了一场反战综艺表演 称为FTA秀 Free the Army的缩写 但士兵们常用更粗俗的词替代 这场演出在9个月内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现役士兵观看 萨瑟兰在这些表演中扮演了多个角色 从严厉的军官到滑稽的体育解说员 展示了他在演出和政治活动中的多面性 FTA秀不仅仅是表演 更是记录了士兵们反战的心声和抗议 揭示了越战期间 士兵们的真实情感和反抗精神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1日 公布了关于社交媒体监管案件 Nudisul Netchoice的第一修正案裁决 这次裁决涉及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法律 这些法律限制了社交媒体平台对第三方帖子进行内容管理的能力 法院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 以确定法律的具体适用范围 并强调社交媒体平台的编辑判断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这一裁决标志着政府不能干涉社交媒体平台的编辑判断 以实现观点平衡 尽管案件的最终决定还需时日 但这次裁决已经为社交媒体平台的言论自由权利提供了重要指导 Foreign Policy报道 本杰明 富兰克林是美国首位也是最杰出的外交官 凭借其独特的外交策略 为美国的独立和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富兰克林在1782至83年的和平谈判中 成功地使美国获得了比预期更多的土地 展示了他在外交上的灵活性和智慧 他善于利用有限的资源 并在法国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富兰克林的外交风格融合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并在与盟友和敌人的关系中保持灵活性 他的幽默感和感恩之心也是他成功的关键 这些特质在今天的外交政策中 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路透社Breaking News 在短短几年内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主管乔纳森 坎特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丽娜汉 扭转了几十年来宽松的政策共识 他们的强硬措施虽然在某些角落受到欢迎 但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批评他们 在法律适用上过于激进 法院也阻止了一些倡议 然而 他们的政策在细节和大原则上 都有持久的影响力 坎特和汉借鉴了上世纪30年代 反垄断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黛斯的思想 尽管这种思想的受欢迎程度和成功 不应被夸大 坎特的团队 在试图阻止保险巨头联合健康收购 Change House Care时 提出了关于数据积累危害的不同寻常的论点 但最终 法院站在了联合健康一边 尽管如此 他们的努力 仍然使公司在进行合并时 面临更高的法律门槛 新指南规定 市场份额超过30%会自动引起警觉 垂直合并和私募股权的整合 也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无论谁赢得11月的选举 反垄断的严厉时代已经到来 外交事务 在加沙战争持续8个月后 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和其他世界大国已经受够了 面对数以万计的平民死亡和伤亡 加沙的人民被剥夺了食物和基本医疗 房屋被摧毁 教育系统崩溃 传染病迅速传播 婴儿死亡率飙升 为了结束暴力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了一项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计划 联合国安理会也以14-0的投票结果支持了该计划 然而 尽管有着罕见的国际共识 战争仍在继续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停火 因为这将导致他的右翼联盟崩溃 并可能面临选举和腐败指控审判 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途径是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 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愿望 阿拉伯和平倡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框架 以色列应接受这一计划 并与巴勒斯坦合作 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 确保和平与安全 外交事务 2023年6月9日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在欧盟议会选举中 法国极右翼赢得了40%的选票后 冒险宣布提前选举 他希望通过恐吓和动员他的支持者 在新的全国选举中获得更大的多数席位 并阻止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崛起 然而 这一策略适得其反 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在第一轮选举中 仅赢得了21%的选票 排名第三 最大的赢家是极右翼的国民联盟 该党在选举中获得了历史性的高票数 预计将在57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中 占据220到290个席位 国民联盟的领导人马丽娜 勒庞虽然试图淡化其党的极端主义 但该党仍然对移民持歧视态度 并希望限制法国的全球化和民主 在未来的选举中 国民联盟可能会成为议会的主导力量 甚至可能推动一些极端政策 尽管法国的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对抗国民联盟 但极右翼的崛起 已经对法国的民主和共和理想造成了巨大损害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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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